巴克利的身材能做出乔丹的经典动作,你相信有这样的球员吗? 当然,这里所说的乔丹的经典动作,可不是空中匹长的logo动作,而是乔丹获得口篮大赛,冠军的动作防球先起乔丹手披扣,还真有能做出这个动作的球员? 他就是来自杜克大学的大义精生,年纪18岁的Zarn Williamson,有翻译蔡恩 Williamson的,也有翻译西娜 Williamson的,我们暂且叫他Zarn吧,此前Zarn设为一下罚球先起跳扣篮,他的折袭扣篮可是标准的罚球先起跳,比乔老爷当年夺的扣篮冠军的那一口还要远,这不是最重要的,最重要的是Zarn的身材, 也就是前面我们提到的巴克力的身材,巴克力身高1.98米体重114公斤,而Zarn进入杜克大学,时登记,的身高体重,为2.01米129公斤,简直就是大号巴克力啊! 这么大的体重还有如此惊人的弹窍,Zarn的身体素质实在是太劲爆了,巴克力当年被称为空中飞猪,那Zarn呢? 叫空中小飞猪,那还是叫空中飞翔,除了和巴克力对比吧,还该怎么形容Zarn的身材呢? 这么说吧,詹姆斯比乱糟了两厘米,但体重足足比他少了16公斤,NBA联盟现役体重超过Zarn的只有132公斤的薄斑,但薄斑的身高达到了2.21米,Zarn之前所在的高中学习分为比较好, 所以他并没有像詹姆斯,当年打高中联赛,时那样,经常被全美直播的待遇,很多球迷了解Van都是通过他净报的集锦,可能有人会说集锦里人人都是乔丹詹姆斯,但如果他真的看了Van的集锦一定会说,卧槽,这TM就是詹姆斯吧? 在NBA的球看报告中,Zarn被认为是打法借骨于巴克利和詹姆斯之间,更多的人认为他会成为像詹姆斯一样,以强壮身体著称的小前锋,不过想要成为下一个詹姆斯,可并不是那么容易,詹姆斯能够打出精彩的职业生涯很大程度上,是因为他从未遭遇严重症病,而从长远来看,Zarn过重的体重对于他的膝盖十分不利, Zarn必须要保持像詹姆斯一样的自律,严格控制自己的体重,让身体达到一个平衡的状态,让他的强壮不会影响到自己的膝盖,新赛季,或者应该叫新学期,Zarn将代表杜克大学征战NCAA的比赛,在更高的舞台上,他也会有更高的曝光率,在老K教练会下他也一定会成长得更快,最快明年,我们就能在NCAA的比赛, NCAA的比赛中,看到Zarn的身影了,对了,老K教练会下还有另一个出色的大一新生RJ巴维特,Zarn和RJ都是明年转的热门人选,在争渡转之前,两人的目标是帮助杜克大学,在明年的疯狂三月中打出好的成绩,争取带着NCAA冠军的光环参加选秀。